2015年消費電子展 現場直接展示出了這款 自動追蹤空拍機 只要把遙控束帶綁在手上 鏡頭就會一直跟著你 你不需要任何技巧 去控制它 所以你有電腦 你按鈴鐺 然後你準備好了 西安記者帶著這款無人空拍機 在內華達沙漠狂飆沙灘車 無人機不漏掉任何精彩瞬間 還有這台可拍4K影片 可變形展開 但更機能的在後頭 內介超音波定位系統 在底部有光流相機 藉此拍下地面照片後 根據照片 自己能進行視覺定位 所以它能飛高旋提 即便是在室內 沒有GPS信號的情況下 100台的無人空拍機 在今年消費系電子展上 全新亮相 因為根據2015年 無人空拍機的商機 高達了台幣40億元 預估市場規模 將於2018年突破10億美金 全球業者都積極切入市場 台北內無大值 金黃色夕陽灑落 緊接著中台灣 高鐵呼嘯而過 最後是南台灣的85大樓 壯觀俯拍的畫面 保島台灣一覽無遺 靠的就是這5台無人空拍機 總價值600萬以上 台灣的空拍團隊 2011年就秀到了 無人空拍機的市場 投入了2000多萬 滿器材設備 案子一個一個找上門 從電影廣告到政府案子 2014年團隊營收上看 1500萬以上 只要跟影片有關係 還是照片有關係 這樣的東西 它一定是可以使用到的 所以它的市場空間 真的非常大 我是推估還有6層的空間 空拍機最重要的就是 它的穩定度 現在就帶您來直擊 國內大廠的研發中心 無雙馬達 機翼 螺旋槳 擺滿了一整桌 研發人員不斷進行改良測試 還運用了3D練液機 快速打樣出零件 一台空拍機的研發 從外觀的功能 到電子基地安裝 得經過數萬次的衰落 飛行測試 最少研發一年以上 才能上市 尺寸加大了1% 所以它的飛行時間 它能裝的電子容量 飛行時間 就是也會增加約1% 起飛後收起腳架 無死角的拍攝 全球前三大的遙控模型廠商 從遙控飛機起家 當然也跟上了空拍風潮 研發了空拍機 視為業績的大補貼 從空拍團隊 到無人空拍機的研發 全球都看好了這塊 空拍市場大餅 不僅畫面的震撼力 還有專業技能的需求 市場規模越來越龐大 帶動了這股空拍科技的 新經濟